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部 真实感人精彩紧凑好看的美剧 叫做兄弟莲 它是HBO根据一本真实的书 人与事件改编的电视剧 总共有10集 现在在Netflix上演 这个电视剧呢 它在描述有名的战功标柄的 美国空降师101 是他们从新兵训练 一直到派去欧陆 洛曼帝登陆 还有反击德军的突出角战役 还有巴斯通围城之战 直到最后德国纳粹投降 这之间的美国大兵的故事 尤其是其中的有一个集 讲巴斯通战役 那是我看过最精彩的战争剧之一 非常的好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 为什么叫做兄弟莲呢 因为他是来自于英国以前的亨利武士 他对他的战士还有士兵们说 从今天到世界结束那天为止 我们在里面的要永远记住 我们少数的几个兄弟联 只要跟我流过血的就是我的兄弟 这就是这部片名书名的来由 当然我们也看看里面呢 常常出现了几个兵器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一把 德国军官配置的手枪 鲁格POA 在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 当美国大兵开始击败德军之后 他们最想要的战利品 其实就是这把手枪 但是这把手枪呢只有军官才能配备 所以并不容易得到 大家看看全金属的手枪 里面有一个夹子弹 这样子就是安全 你看没有办法 我们看看他的板机 一直要拉到最后面 但是呢不是很长 你看很短就打到这个撞强了 然后呢 板机非常的好 在那么久以前就可以做出这么好的板机 真的是不容易 大家依稀可以看到 德国老鹰的标志 有没有看到 依稀可以见到 非常好的值得收藏的一把老墙 到现在还是打得非常的准 他的铁苗非常的小 但是越小的铁苗其实打得越准 而且他不能调整的 所以如果你打不准的话 问题可能就是在你自己 绝对不是枪苗的问题 你看多棒的一把手枪 你看这个德文多么的酷 他是德国有名的BYF做的 一个德国有名的工厂 兵工厂 经典 看成是手疆的经典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把 美军军官所配备的1911 小马 这把可不是普通 1911这是一把非常罕见的海军 超过100年的这把枪 铁苗也是非常的小 我先做一个安全测试 里面有装了一个夹子弹 这把我打过几发 还是能打的 只不过是后座力非常的大 哇 你看 大家看看 还是如此的丝滑 经过了100多年 安全扭 这也是一个安全 所以你看双感觉 如果这样子安全扭放下 这个没有按的话 还是扣不了的 要一起 一起之后 一起握住之后才有办法 我放了个夹子弹里面 在里面说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它反击 哇 还是非常的轻 你看我刚刚 稍微一碰就bang了 非常非常的轻 这把1911夺尔特 很多人也是觉得说 这把当时 比起这把POA来说还好 因为它是45ACP 所以它的子弹是比较大的 这把是9 9mm 所以大家可以留言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配备哪把枪呢 如果你是德国军官 没有选择 当然就配这把 如果是你美国军官 没有选择也配这把 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您会选择POA 还是会1911呢 请在下面留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长枪的部分 因为这部电视剧是讲 散兵嘛 101空降师嘛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散兵他所配的枪 因为散兵要跳散嘛 他最好就是不要背太重的枪 所以他是配这个M1卡兵枪 这是M1 加德兰 Grand 但是这把小枪 小卡兵枪 它是M1卡兵枪 是比较小的 它子弹是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子弹 这个是他的子弹 射体卡百三十卡兵 你看这个子弹 你看这个子弹 这是加德兰 这是加德兰的子弹 当然就是最著名的三十零六 三十零六 你看 简直是大屋见小屋 你看对不对 小屋见大屋了 抱歉 插得那么的多 所以这个是真正战斗用的 这个就是防身用 应该这么说防身用 这个就是真的战斗用了 那M1加德兰 它是八发 八发一组 装在这个弹夹里面 然后把它塞进去这里面 因为现在在室内 我们就不要做这个操作 比较危险 而且 就是手容易会被夹到 很多人就是手指被夹到 所以有一个 有一个外号叫做 加德兰的拇指 就是说你塞这个弹夹 然后不熟练的话 你就拇指被夹到 叫做加德兰的拇指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加德兰当然最有名的 就是说 它打到最后一发 整个弹夹跟最后一发子弹 会一起弹跳出来 会有个 那一声响 那很多人都说 这样敌方就知道你在哪里了 但是有趣的是 这个事情到后来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困扰 这把枪还是一直用到寒战都在用 非常的可靠 非常的威力强大的子弹 非常威力强大 比现在AR的556的子弹 556的223的强大很多 威猛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两把枪 这个是长度比起还是差很多的 两把都是半自动 然后其实我非常的喜欢 M1卡平枪 这是我个人算是 你看里面没有子弹 然后这里有个弹夹 有个释放的 这样就可以释放了 弹阻就可以 把这个打开 这样直接按弹夹就出来了 非常的小巧 非常的好打 而且很准 非常准确的一把枪 最后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把刺刀 这把刺刀 上一下刺刀 这样就上刺刀了 好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推荐的 美剧 美剧 兄弟连 还有呢 在里面大家会常常看到的兵器 非常好看的一部剧 有机会的话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当然呢 这个剧最后讲的就是 很好的一个结果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个人的孙子问这些老兵说 爷爷啊 你是不是英雄呢 战争的英雄呢 这个爷爷就跟他孙子说 我不是 但是呢 我跟战争的英雄们 他们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服务 好的 就先这样子了 希望我们大家看了这部剧之后 永远永远要记得和平的代价 谢谢大家